古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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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夠對於古蹟日 多有保存 然後能夠多來 透過這樣的一個 節日 讓大家更有感覺 每年9月的 第三個禮拜 今年我們首先是用 張藝古城 相遇彰化三百 作為我們開幕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透過 八卦山 在民國五十年完成 當時的高度有二十三公尺 非常的雄偉 很重要 也是被 稱為亞洲第一 大佛的稱號 在民國九十一年 我們把它登入為歷史建築 變成彰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 大佛的內部是八卦山的大佛寺 公奉的是我們的如來大佛 那縣府呢 為了要修復大佛 也跟文化部跟縣政府兩邊 我們共同 出資三千一百萬 把它剛好剛修建完 剛好也是你們建縣三百 特別的有意義 其實我們中環是一個非常的文化 文物古蹟的地方 這樣中環人很多 我們說地靈 人群 我們在這個時候 基本的寫生 我非常高興 這些學生朋友 在大佛做出貨 我希望可以寫出大佛的足弊 寫出大佛的重量 從要件的寫出 到佛的火光鼓噪 這個讓我們中環也好 讓台灣生也好 都這麼發達 這麼和平 和翔吉翔 最後呢 就各位貴賓 天空變空 四 三 二 一請啟動 美好彰化 希望 城市 祝福彰化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安居樂業 先 三百年 我們跟我們的大佛 爭修了一後 在這裡 目前我們有一個 的古蹟日 那古蹟日呢 最早是 從美國開始 從歐洲開始到全世界 那最主要是希望 喚醒大家 對於古蹟的一個這個 保護活路 那以及善用我們這樣的一個 一個 這個古蹟 那今年我們就 當選我們這個 八卦山前面這個工廠 那活動非常的多 有我們的這個 大佛的一個這個 寫作 畫作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些 文字小旅行啦 闖關遊戲啦 等等非常多的活動在等大家 那除此之外 在現場我們有林俊穎老師 以及呢 林畢霞老師 在這邊 打坐我們現場的一個這個 素描跟美術的一個這個創作 那 引領著大家 那希望說大家有機會過來 這邊的視野非常的 好像今天天氣很好 一看出去 那幾乎都可以看到 鹿港的一個這個外海 那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 地標 那歡迎大家有空多來 然後在我們裡面的這個藝廊裡面 還有在10月1號之前 還展出我們這個大佛的老照片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 謝謝 謝謝